本土疫情个案数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4月24号新增本土5092例 个案数到前一天成长23% 再次飙迫新高 从飙迫3000、4000到5000 都各只花一天时间 算一算光今年4月 本土个案累积已新增超过3万例 一是省政难预估 接下来一个月就是大水将至 宛如横渡奥梦孔之河 提醒民众别被大水冲走 而5月中旬恐将日增10万例 追踪行程目前还不算指数型上升 也公布确诊高峰数据 24号再新增11人中重症 其中有两人最特别 新增一名重症患者 年龄才50多岁 打过三剂疫苗 只有糖尿病史 已经住进家户病房 使用呼吸器治疗 另外新增10名中症患者中 两位没有慢性病史的患者 最年轻也只有50多岁 显然中重症不是年长者的专利 前台大医师临时必直呼 现在谁确诊都不奇怪 清症欧木孔海啸快来了 重症也跑出来后 很容易瘫痪国家公卫系统 不够直击台北新一区街头 假日人潮满满 看电影的人源源不绝 民众自觉已回归正常生活 大家的那个防护力有提升一些 就是可能想说打了两三剂 就比较不担心 显然逛街民众觉得 即便染疫也只是清症 但根据最新英国研究显示 康复后5个月 觉得完全康复的受访者 仅26% 一年后仅略增加到28.9% 而女性完全复原的可能性 比男性低33% 肥胖确诊者完全康复的可能性 又只有一半 疫情严重实在不能忽视 该如何在维持正常生活之间 取得平衡 持续考验政府及民众防疫功力 藉由环球员向于SNG台北 采访报导 过敏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4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你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可以喷2到4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请赶快上快点